大家好,欢迎来到亚北音乐课堂 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青藏高原》 这是一位粉丝朋友在留言区告诉我想要学习这一首歌 那么就安排 《青藏高原》是经典中的经典 想到这一首歌呢,那肯定是明朗、高亢以及山歌的风格 在我认为啊,是有一点原生态的感觉 这一首歌曲的原唱是李娜老师 后来呢,有很多的歌手歌唱家 以通俗、民族、美声的方式都演绎过这一首歌曲 你看,我们就来说一下啊 就是这一首歌前面几句 如果是没有学习声乐的朋友 自己的嗓子本身是比较红亮的 我们来听一下啊 就是可以说是用大板嗓子去唱的话 也还可以是去接受的 那比如啊,用大板嗓子啊,你看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 你看,刚才的时候其实我只是用了一点气息 更多的时候我是用大板嗓子去唱 因为这一首歌是接近于山歌峰 接近于原生态的声音嘛 也就是你自己原始的一个声音 但是如果呢,我们是用自己先天的 红亮的嗓子去唱呢 我们确实对我们的声带会有一点伤害 那我们呢,还是用上气息 打开口腔 然后在这个通道里 我们去唱一下这一首歌曲 那可能有朋友会说 老师通道在哪里啊 因为声乐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这一首《青岛高原》这一首歌 是非常高亢,非常明亮 真的直入云霄啊 所以它的位置是往前的 支点是在上面的 咬字的时候呢 大家就想着啊 把它咬在我们的大门牙前 是谁带来 想着啊,支点在上面 然后把字往前去咬出来 远古的呼唤 嘴巴该张大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把嘴巴张大 那也有朋友说了 老师我的嘴巴就是张不大 以前的时候我说过 我们要去咬苹果 或者是打哈欠的状态 咬苹果啊 你看一个大苹果 这个时候其实因为我们的上口感 上额 我们要用上面的力量 然后去咬着一个苹果 那如果大家还是感受不到这种力量呢 那最简单的就是 诶,把指头放在嘴巴里 你看 慢慢的 再慢慢的三根指头 再慢慢的四根指头 这样慢慢的 把我们的口腔打开了 就能打开 然后这样唱歌的时候 这个声音就会更通透 下面呢 我们跟着李娜老师的原版伴奏 带着大家我们去唱一下 十一下谱 我十一下这一个旋律 带大家唱一下这一首歌曲的第一段 再回忆一下经典 李娜老师的原版呢 前面他没有去掉 还是这种原声 他的声音 正好让我们大家感受一下 这种高亢山歌的这种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李娜老师的原本 字幕志愿者 李娜老师的原本 分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尖奏 大家试着可以唱一下谱子 加入歌词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 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 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 我可见一座多山 一座多山川 一座座山川相连 那就是青藏高原 最后一句 那就是青藏高原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共同成长